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却表明不喜欢 因为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 整掌握多数的股权 而甲骨文只有持20%的股权 白宫就担忧甲骨文只是帮抖音换包装而已 风靡全球短影音平台TikTok 闪过美国总统川普的抄家令 确定要跟软体大厂甲骨文技术合作 但华府迟迟没点头 我们今天谈到Walmart 先前微软和沃尔玛都曾是TikTok收购案 呼声最高的买家 但半路却杀出甲骨文 交易案确定的消息一出 川普曾这么说 根据彭博社报道 这项交易案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 将会保有多数股权 而甲骨文只会拥有20%股权 白宫认为如果甲骨文只是帮抖音换包装 跟川普的目标有落差 尽管面临美国及印度风沙危机 大陆版的抖音还是金基母 带来超过417亿人民币收入 至于海外版TikTok发愿美国的活跃用户 也达到1亿备受看好 川普当然希望交易能符合美方利益 预计36小时内决定TikTok命运 除了TikTok 腾讯也遭国安调查 导致腾讯ADR17号收盘下跌2.4% 到66.66美元 川普曾在8月对腾讯旗下的微信发禁令 这回针对腾讯没有让外界太意外 眼看微信禁令20号就要生效 现在也传出有地方法官 有意批准临时禁制令 暂缓川普发布的微信禁令 记者杨俊宗综合报道 美国前总统甘乃迪的唯一外孙捷克 在8月份民主党全代会上面 和妈妈卡洛琳甘乃迪同框 录影立顶拜登 结果这短短两分钟的影片引发热议 原来是捷克不但有一张男神级的帅脸 还是哈佛和耶鲁的学霸 这高富帅的背景让他是人气攀升 也圈粉不少女网友 8月民主党全国党代表大会大咖云集轮番 发表演说力挺拜登 不过这张高颜值率脸 让布上网友想问他是谁 发言还引述甘乃迪的名句 原来他是美国前总统甘乃迪唯一的孙子 27岁的捷克不但有男神级的外表 还是个学霸 201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历史系 特别喜欢日本历史和文化 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就读法商学院 在校时不但写校刊 还曾投书华盛顿邮报支持希拉蕊 不只长得像男生 大家都说他很像一顾舅舅小约翰甘乃迪 帅气的他拍照完全没有包袱 而妈妈卡洛琳甘乃迪相当保护儿子 即便出身政治世家 却很少让儿子参与政治 甘乃迪是美国政坛主名的家族 但1944年起一连串意外死亡事故 甚至去年还有一位孙女 疑似服用药物过量意外死亡 得年22岁 也让27岁的捷克成为甘乃迪家族 现在唯一的直系男丁 美洲贸易战升级成了科技战 华为禁令一出 川普政府不断的扩大围堵 如今这效益也延伸到了民间 大陆江苏一间公司 在近日发出了一张通告 内容当中就强制全体的员工 必须要把手机换成大陆品牌 如果是购买苹果手机的话 将会被辞退 而这公告在网路上曝光之后 立刻引发讨论 美中科技战白热化 闹得满城风雨 美国对华为的风沙也越演越烈 正常还从官方延烧到了民间 照片中看到江苏某间公司 居然发出这项通知 声明中公司指出 如果员工有使用苹果手机 必须在30天内 通通都要将手机换成大陆品牌 而如果购买苹果手机 还会直接被辞退 除此之外 为了鼓励员工使用华为产品 公司将给予15%的补助 给员工填购新机 而这么做的用意 全是为了要保障 全公司的信息安全 第一就是我们淘汰苹果手机 使用国产手机 不是说华为 是所有国产手机 这个是考虑到公司的 商业的经理 或者说员工的个人信息 苹果肯定不相信 反正我们自己能做的 优先用自己的 不用美国的 从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 大陆公司或企业 抵制苹果手机 已经不是头一遭 都在网路上引发热烈讨论 而这一次江苏公司 发布公告 同样也引发争议 有网友指出 这份公告 已经侵犯 劳动者的权益 法律专家也指出 员工有自己选择 手机厂牌的权利 不需要遵守这项条件 而发布金融苹果的公司 则是私下回应 虽然不晓得 这讯息是怎么外流的 但在大陆与美国 角力的这个时期 还是鼓励大家 多多支持大陆生产的手机 记者许珠新报道